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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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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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猫说 就这样 它一直待在了白猫的身边 后来啊 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 猫再也不说那句 我死过一百万次这样的话了 猫喜欢白猫和小猫们 胜过喜欢自己 小猫们长大了 一个个走掉了 他们都长成了漂亮的野猫 白猫也会从自己的嗓子眼里发出温柔的咕噜声了 白猫慢慢的老了 猫对白猫更温柔了 嗓子眼里也发出了咕噜噜噜噜噜声 它多想 它多想和白猫 它多想和白猫永远永远一起活下去啊 有一天 白猫静静地躺倒在猫的怀里 一动也不动了 猫抱着白猫流下了大滴大滴的眼� 猫 它头一次哭了 从晚上哭到早上 又从早上哭到晚上 哭啊 哭啊 猫哭了有一百万次 早上 晚上 早上 晚上 有一天的中午 猫的哭声停止了 猫静静地 一动不动地 躺在了白猫的身边 猫再也没有活过来 猫静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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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